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虾妹金融周记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一 大家都知道今天来说港股方面 跟大家跟进下我们的市况 看回今早来说港股有个低开 但是在上午的时候有个高走的格局 看到它上午来说是有一个升幅在 今天我们看回其实整个恒生指数 去到收市的尾段 就看到是一个全日的低位收市 去到25824点跌了八几点的水平 成交就比较夸张了 只剩587亿多 看到整个形势由今早来说由升转跌 意味着什么呢 26000又开始守不了 先买一买我们今天的嘉宾007先生 007很久没见了 因为今天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房间有人在用 可能我们今天有个很快速的 给大家回顾一下 说一下港股方面的部署 因为其实看到香港最近 很多示威游行活动 警民冲突又很多 不断加剧下去 亦有很多人在事件中受伤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这件事继续恶化下去 在本地方面 看到港股也开始有一个非常低迷的情况出现了 你觉得现在这一段时间 如果真的有货的朋友 或者未有货的朋友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首先我冷静地去分析现在的情况先 其实早两个星期 我都已经是 告诉给大家 是已经转淡的了 我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跌穿了技术支柴位 我就立即发出这个高出信号给大家 要大家就不要再入市了 不如不出我所料 市都是继续急速下滑的 我记得我两个星期之前 是27,800到28,200的位置 叫大家自赚 因为上次跌下去的低位是26,800 上回去就曾经去到29,000那些位 但我都叫大家忍耐 看资赚位在28,200 一穿了就到27,800的时候 怎知现在因为政治事件急剧惡化了 就截穿上一次升浪的支持位26,800 我想大家都要 因为现在除了经济环境之外 再加上香港自己本身的政治事件 暂时未看到会有一个串好的迹象 因为这些政治事件 大家都估不到接着来的发生情况 未入市的朋友 我想觉得在这个阶段 暂时还是一般旺 但如果入了市 如果又是很重货 都是要有震有反弹就会减膀 那为何会说呢 其实今天Vivian刚才都说了 今天市场曾经是有一个跌风 上午有一个反弹 继续要倒升 到美市 因为机场事件可能是惡化 再加上太航空接近52周低位 那个旗子再低水了200几点 再现在在5点多6点多这些位置 再跌多200几点 是低水了469点 所以反映那个事件 那个大户都是沽着旗子 来套凳仓 那就很明显了 那他们虽然不可以走光 那些货 但他们都沽着旗子来套凳 所以现在市场 市场当然已经出现了一个 因为技术指标 是已经RSI 14天那个RSI 已经跌到19点 跌穿了20点 表示市况是很弱 但也有机会随时反弹 但现在政治 并不会一般人都可以预测到 但也没错 那加上这个中美纽约战 都未有一个柱红出现了 那香港来说算是有加商 那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说 我真的好久买货 那怎样呢 那我想都是要看回 中国大陆入面的内需股为首 我觉得中国来说都会救经济 那会托强大的内需 那再或者在金融的政策上 里面就对内需的金融放松 那刺激内需的经济 那香港自己本身对大陆的影响 就未必是这么大影响 反而本身我们香港的地产股 那些都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后市走势 那你说剩下来你说银铁路 就是银铁路、煤气、中田 那其实他们都是处于一个高位的 那现在都未是说有一个大幅下调的水平 那些价位都不懂得贸易去买入 那上一次我讲了是823日领会 我已经给了一个估出平级的 那现在我最新的平级 领会可能会跌穿80元的关口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会买入这些股票 那今次我如果是简短些去讲 暂时不建议任何人去买入香港股 那当然持有股票如果数量不是很多 都是作为一半王 你说清仓我就不敢叫大家去清仓 因为排除完到最后 事件结束的时候会有个结束的反弹 但是现在暂时没看到 好 没错 因为刚才007也有说了 一些内需股可能会是大家首当其冲去留意 如果真的要买货的朋友 其实看回今天来说 那个市况其实不可以说真的极度之差 虽然成交是比较低 但是你见到股票方面 其实你见到上升的股票是有700多只 下跌有948 已经是没有之前 譬如有些大事件出现的时候 譬如中美贸易战出现的时候 下跌股份有千多只 其实上升得很少 那今次来说那个比例又不是说 差很远 因为你看到今天 譬如你说腾讯 或者建设银行 一些内银 其实都有得升的 其实未来是否业绩期都准备出现 其实是 那些人都预期 譬如700 一向都是可以带领着港股升回 其实今次就可能 大家看得太淡了 会不会就是 星期三有一个反弹 就是在星期三出现呢 腾讯可以说 香港的经济 香港经济对腾讯的影响 是未必那么大 因为在香港腾讯 可能占他们的营充比例 都是非常低的 不凡是它业绩都是好的 但是你说反弹 有多少呢 我都不敢说 那现在是避开有关香港的股票 那些内地 譬如你说腾讯 你刚才说了 或者其他的内银股 都可以作为暂时避险 但是尽量就是 不要说那么大 注意一次过买下去 或者分出去看 因为现在你解决的时候 底位起多少都未必知道 是的 大家都可能有点无心戀战 最近大家的群组 就是很多WhatsApp群组 或者一些其他的沟通工具 其实很多人就是说 最近人们做些什么呢 就是有些什么消遣活动 原来大家就是有一机在手 就是做些什么 看Live 我们可以看回相关的一些股份 比如好像之前提及的一传媒 旗下那个集团就是苹果日报 今天都宣布了 就是说来近9月1日之后 每个月都会收回50.4元的月费 未来也可能可以选择一些年费去缴交 这个消息其实今天都有个刺激的 就是220曾经都升过差不多两成多 看到那个升幅都挺夸张的 之前其实都有一转炒过一下 那现在你看到市况这么低 那些人去看5G 看这些传媒股 会不会20日值得抠一抠的呢 我反而是反过来 大家可能会留一些电讯商的股份 电讯商 是的 那大家用工的流量可能都会不断增加 无论是看哪一个电讯 这个平台 哪一个平台的信号都好 都是需要电讯商的支援 是的 那当然你说是一传媒 那一传媒有一个关键情况 就是因为它那个政治立场 比较担心 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家都猜不到 它将来会有个机会 我不敢说下去 一传媒就有个政治风险在那 因为市场都流传了很多传闻 大家都去看其他的新闻 是的 那当然你说一传媒收费 对他们正式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是否可以持续到呢 以及现在那个政治战略是否解决了之后 它的流量是否会降低呢 那这样大家会回看 那反而你说留意一些电讯商的股品 它掉了下来 那都是有有色派的 那你可以留意 那我们最后谈了 就是我们的爱股 都有朋友经常问的 就是汇丰控股 那今天来说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之低的低位 去到59元5000的位置 其实看到汇控之前都说60元 可能已经很够惨惨珠了 但现在去到59元多 其实今天有很多的 比如说高层 退休啊 或者甚至是有些行政总裁都说要离任 那还有上个星期就是 列宁 即John 也都是要去辞职的 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种种的变数 影响到汇控的股价是插水的 那但是就是三天来说 之后也都会有个随证的情况 那究竟在这个时候买入 会不会是比较高风险一些呢 其实总 汇丰作为一间香港为基地的 香港 即应该说香港人房 那今次这个人事调动 或者变动得那么密密 那他出回来的报告也都没有去澄清 我想短期来说都是受压的了 那当然坊间都很多传言 那我也都不方便在这里揣测 他的传言的真谓 是太多了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留意着事件发展先 因为这些股票的升跌幅度都不会很大 那你就算说六十元掉六十九 那他那个比例都是很少的 反而反而反过来我觉得是 大家可以积极去留意那个政治事件的发展 因为其实我想汇丰有传言都是关乎政治事件里面一个角色的 但这都是未经任何人去证实 市场的传言我想大家都要慢慢去消化 没错 那避险就所以人家作出一个避险就先沽了货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很小心了 因为他今天又多了一位亚太区首席的封险官就退休 那再加上亚太区的行政总裁 行政总裁 还有来香港的汇丰行政总裁 三位高层的人士都下了马 无论他用的席头是最优势的也好 一般来讲都不会说是 那么短时间就会来不到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那我想大家 相信有些事件发生了 小心点 是啊 小心点 好啊 那最后跟大家跟进了人民币 其实上个星期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美国就说列中国做这个货币操纵过 那其实这件事呢 大家听上去的名字好像 中国是一个好像杀人兇手 就是操纵一些货币 货币好像立即要来 或者很多这些种种的隐忧 大家都很担心人民币之后的走势 其实因为他跌过了这个对美元的中间价 就去到六点多 今天就看到好像真的继续跌下去 但是很多人就放风说不用那么担心 就是七只不过是一个关口 就是心理关口 那你怎么看呢 其实货币战 是否真的要开战呢 除了这个贸易战之外 其实都是关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那有美国官员就认为他货币的贬值是用来应对美国对他的加税 OK 但是中国已经强烈投用了这个问题了 那国际货币基金会也都没有证据显示是 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用国 但是当然大国的角力里面 我们这些小平民都是旁观的 你说在这一刻来说 人民币是否值得去持有呢 我想如果持有的就继续持有 如果未持有 我想暂时不要再买入住了 因为下行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嗯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到这里 麻烦了007跟我们说了那么多不同环节 不同的范畴的东西 跟我们好好去分析了 那我们也是那句 万事小心 留意着这个政治的变化 政局的变化 好 那我们今天麻烦了007 007 刚才说过 5号仔或者700 这些股份有没有持有过呢 我持有5号仔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差不多 下星期再见 拜拜